嗨 各位又見面了 今天來分享就是 我跟經濟學的孽緣 就是我是 怎麼準備經濟學的 然後還有經濟學的內容到底有什麼 然後你學的經濟學 到底對你的生活 對你的想法有什麼改變這樣子 我是普通科的學生 所以我高中是沒有接觸過這個東西的 但是我們高中的公民 我之後發現高中的公民 教的東西非常的廣 有經濟學有社會學有法律有政治 但是我高中沒有在念經濟學 沒有在念公民 所以我對經濟學的了解一直是到 大一才開始建立的 那我本來念統計系 統計系大一經濟學就是必修了 說真的你也知道說 我們大學的 考試的內容 其實跟你之後要去考研究所 考轉學考考國考 它的那個聲廣是差的非常多 所以我一直到大一的時候 我才對經濟學有建立一個稍微初步的概念這樣子 那我一直是在之後準備轉學考的時候 我對經濟學的認識 才真的有加深了一些 但那時候也沒有老師引導我 我完全就是靠自己自讀這樣子 那在之後 考國考的時候 因為我就認為說 我對於經濟學了解還算是不錯 我就選擇了有經濟學的考試去準備這樣子 那我目前 國考的經濟學的成績就是 4等考過一次92分 然後高考考過一次80... 80級我忘記了 我等一下去找一下成績單這樣 可是我高考那80級那是 我的深論題50分拿了46分 這是令我比較驚訝的一點 所以應該可以稍微來分享一下我對經濟學的想法這樣子 經濟學這個東西它分成個體經濟學跟總體經濟學 其實經濟學每個社會科學它的第一章 課本的第一章它都會跟你講說 我們這個社會科學 某某社會科學 不管是政治、經濟、法律、哲學、社會學 它第一章一定都會跟你說 我們只要什麼睜開眼 所有的事情都跟我們這個學科有關係 但是以經濟學來講 我覺得它這樣子的表達方式 其實沒有非常的硬拷耶 我覺得好像真的是有道理 經濟學尤其是以個體來講 它叫做價格理論 我們張開眼睛 只要你再去做選擇 只要你有做選擇 那都是跟經濟學有關係 因為資源有限 你不可能說 我要這個我也要這個 我也要那個 這個我也要什麼我都要 是不可能的 除非你真的非常有錢 但是就算你真的有錢到一個極致 你也是不可能擁有所有東西 所以說 我們什麼東西都是要經過選擇 它雖然就是一個結果 我今天喝了美式 那為什麼我不喝拿鐵 為什麼我不喝柳橙汁 那我決定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一定是考慮了非常多的因素 去選擇一個 可以讓我的滿足感最高的這個物品 大致上來講 那個體經濟學就是在講 我們要怎麼去選擇 那剛剛講的是咖啡 那也可能是 比如說農產品 那比如說沙發 家電用品 生產這些東西的廠商 它又有不同形態的這種結構 有寡站 有獨站 有完全競爭 如果一個東西 比如說咖啡好了 每一家廠商 它都可以生產咖啡 那它就是完全競爭 那如果說像我們平常用的那些電 那些水 可能是要國營企業才能去提供的話 那它就是獨佔企業 他們不同的企業 只要結構不一樣 他們的定價的策略 他們能夠獲利的大小都會不一樣 那這就是我們個體經濟學在探討 那像是我們最近 政府在修訂那個法律 說什麼 黃牛現在開始是要用法律去規範黃牛了 那你在念個體經濟的時候 你會發現政府的管制 正常來講 只要越多的話 對於我們經濟體系的效率的損失就會越大 你仔細思考一下 黃牛這個東西 它的存在是真的是不好嗎 還是它有一些好處呢 說真的 以我個人學過經濟學的觀點 我並不會非常排斥黃牛 因為黃牛他們是 怎麼講 犧牲了自己的時間 犧牲了自己的勞力 那他們去賺這個比如說演唱會的價差 他這個行為其實是非常合理的 有些人他很有錢 但是他就是運氣不好 他的滑鼠不夠靈敏 他沒搶到票 但是他願意花更多的錢 去買這張票 這張票在他心中的價值可能有10萬20萬 但他就是因為他右手的手速不夠快 他的右手抽筋了 他沒搶到票 但是黃牛幫他搶到票了 黃牛把票給他的這個過程 他也給了黃牛相對應的對價 那其實 這樣子的交易是有促進經濟的發展 這筆交易是可以記錄GNP GDP裡面的 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是 往好的方向在前進 我們的政府會為了公平正義 去管制這種比較偏向 不合法的交易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其實是 損及了經濟效率 所以說我會認為說 黃牛這個東西 它的存在有沒有必要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深入去探討的 的一個議題 就像是左派右派一樣 哪個是社會主義跟資本主義 哪一個比較重要 當然不是說他們沒有一個對錯的問題 社會科學就是這樣 凡事都是可以去取捨去思考去溝通 還有一個就像是 我很愛吃我家附近 有一個燒餅油條 它的甜燒餅很好吃 可是它賣的太便宜了 導致我每次要買都吃不到 那我就會認為說 它的定價策略有點錯誤這樣子 其實每一個東西它的價格是客觀的 但是每一個不同的人去消費它之後 它的價值是主觀的 每一個人覺得這個東西 它表面上貼15塊的標籤 但是我吃下去 我可能有30塊的這種爽感 那這個人他不喜歡 他覺得這個東西只有10塊錢的爽感 那他就不會去消費啊 那我就會去消費啊 所以這個東西對我來講 是有一個剩餘的 有一個就是剩餘 就是消費者剩餘 在經濟權裡面有講到這個東西 就是說我去消費它 它對於我的價值去扣掉這個價格 那就大概是我的消費者剩餘 那我常常覺得說 這個東西我願意花30塊買 為什麼你只賣15塊呢 你賣這麼便宜 導致一大堆人都去買 但是這些去買的人 他不見得可以得到這麼高的價值啊 所以我就會希望說 一樣的東西喔 它其實它的價值是取決於每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我就認為說 你可以用差別定價的方式啊 去讓你們廠商可以增加更多的收入 也可以讓更多的消費者 真的去取得這個 在他心中有價值的產品 其實個體經濟的東西 非常的有趣啊 就是跟你生活中 絕對都是有關係的 那我們再來講到總體經濟的部分喔 總體經濟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非常玄的東西喔 一個國家它可以生產出的東西 然後轉換成價值就會變成GDP GMP嘛 那如果說這個經濟體系是開放的 那我們還會牽扯到一些國外的部門 那這個狀況就更複雜了 其實你去看我們的報紙 我們報紙會報導一些經濟相關的報導 其實都是需要一些總體經濟學的這些知識 你才可以去明白他們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還有我們的政府有財政政策 也有貨幣政策 那這些政策它的目的就是 為了要讓我們的經濟環境可以穩定 就是說我們在過熱的時候啊 我們要做一個讓它冷卻的動作 因為如果你過熱的話 你不去遏止它 它可能會造成我們之後 物價會上漲 那利率可能也會上漲 那這樣對我們國內的經濟環境都是不好的 那貨幣政策也是在穩定貨幣的供給跟需求 去取得一個相對來講比較穩定的利率 總體經濟事實真的是非常複雜 雖然我現在經濟學好像也算是學了蠻久的 我還是認為說總體經濟是一個 它是一個牽移法動全身的一個科目 譬如說我們現在國內政府在花錢做一些財政政策 那它會怎麼影響到我們的產出 那產出又會影響到利率 那利率又會影響到物價 這個過程是環環相扣的 那這些過程呢 當你有一個國外的部門 有跟我們做進出口往來的時候 那狀況又會不一樣 那你學會了總經之後 你就比較會知道說 我們的政府在做什麼事情 那你常常看到我們政府 它會花錢去做一些政策 那這個政策 它也是有分 有一些是比較資本類型的政策 有些是比較消費類型的政策 那你就會發現說我們最近常常發一些 什麼消費券啊五倍券啊 這些東西其實是比較屬於一次性的 它的這個錢花出去之後 就像譬如說你吃個大餐 你吃完大餐你大個便就沒有了 那如果說我們一樣的錢 我們拿去投資一個公共建設 那個公共建設它的效益 是可以延伸好幾年 甚至是好幾十年 甚至是讓你的子孫都可以享受到的 如果說我們的資金是 抑注在資本建設的這個方面 它就比較不會產生一些負面的影響 那我們政府如果說花了太多錢 做一些滿足人民的政策 那或許它其中有一些選票上的考量 那但是它這個過程當中 或許政府它爭取到了選票 但是它這個副作用是我們全體國民都一起承擔的 因為你花政府花太多錢了 政府也不是平白無故就會有錢 政府要有錢在總金裡面有三個管道 我現在有點忘記了 反正最後一個管道是最不好的 它政府可以自己印鈔票 中央銀行也是我們政府在控制的 那如果說我們政府它 資金 資金扒不過來 負債太多了 它自己會去印鈔票 等於說我自己去花 自己去花錢 自己去印鈔票 來讓自己花錢這種概念 那當然印鈔票它不是沒有負作用的 印鈔票印太多的下場 就是會通貨膨脹 那像我們最近有一個國家 好像是阿根廷吧 它這一年來通膨膨脹了100多% 也就是本來一個100塊的東西 今年它會變成200多塊 那這樣子後果是什麼呢 是非常嚴重的 人民對於國幣會產生不信任 大家都會想要趕快把貨幣轉手 那如果說大家都想要趕快把貨幣轉手 這一來一往的過程 你們國家的這個貨幣會變得更不值錢 大家會越不信任它 那最嚴重的話就會出現一些社會動亂 甚至是革命推翻政府這種事情會出現 所以說我們一個國家在穩定他們的幣值 穩定他們的物價 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在 並不是說我們政府也是去做一些 討好人民的這些政策 那之後再用印鈔票的方式來去彌補這樣就沒事了 這些東西做下去都是會有一些 很難去逆轉它的這種後果存在 那總經的部分大概就是先講到這邊 總經要講真的是太多太麻煩可以講 那我就不繼續講 那以上大概是我對於經濟學的一些想法 那經濟學要怎麼準備呢 其實經濟學這個科目 以社會科學來講 經濟學它是比較需要去補習的那種科目 因為它體系太龐雜了 而且常常是牽一髮動選生的 你前面有個東西沒學好 一直到後面你可能就會因為你前面這個 沒學好的地方 而卡住了 而卡關了 那再來經濟學也是需要一些 數學的運算 那如果是生論題的話 不只是數學的運算 你也要學會要怎麼畫圖表 那圖表跟數學的運算你要怎麼用 怎麼樣用文字去表達 在你的考卷上 這也是一個技巧 也是一個需要去訓練的地方 所以相對於那些 比如說行政學 比如說社會學 這些東西你可能 我個人認為 可能是不太需要去補習 還有像是企業管理 那經濟學的話我會認為說 如果心有餘力的話 你還是可以去選擇一個補習班 它會提供給你一個比較速成的管道 因為經濟學需要的先輩的知識 我認為是比較多一些的 所以說 如果你不排斥補習的話 我是覺得你還是可以去選擇補習班 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有其他的問題想問我的話 你也可以用我的IG來找到我這樣子 好那今天的分享差不多就到這邊了 那之後應該還會分享一些其他科目吧 好先這樣了 拜拜 其實我今天都沒有寫稿 我就寫一個經濟而已 剛剛都是全部自己想出來的 拜拜